随着中秋节越来越接近 东山的文旦幼也宣告上市 由于今年节气白露跟中秋节是同一天 所以文旦幼也提早催熟 因应中秋节的采购 不过品质并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农会欢迎消费者多多来采购 东山文旦幼上市了 农会特别要求的果农 向大众宣告这项消息 由于文旦幼采收其为 每年节气白露的前后十天 但是今年白露的节气 正逢与中秋节同一天 因此农改厂特别协助果农 进行文旦幼的催熟作业 将产季提前 品质不受影响 肉质细致美味多汁 中秋到白露 所以我们今年度就马上去协助 这几年就在研究 怎么样提早开花 提早催花提早开花 让它能够早熟 对 两个月一回 又在这边以外 原地做一些工资的办法 跟特别说 以外一些整个管理 煎粿 煮粿 煮粿 后来就这样鸡粿 这样鸡粿 当时那边的时间都会有粿 就有一种粿粿 这种粿粿 这种粿粿粿 后来又生什么时间都会有些方便 给大家同一边做一个介绍 当时我这边的农园 我现在来做主理 我们今天也想说 今天以外我们一个非常理想 大家会想说 今天中秋返路感染 以外是时间都会很好吃 比较有这个问题 我现在走起来来说 这边也非常理想 这来说 希望大家在這個世界就能放心 將近我們這邊的地方開始進行 東山巷文丹釉的種植面積 約有115公頃 產量約有1500公頓 7月23號受到邁德姆颱風的侵襲 產量減損約兩成 目前正進入採收期 歡迎消費者多多來採購 以增加農民的收益 而另外農會也會前往板橋區農會 來辦理縣外展售活動 以推廣東山文旦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